熱區的連結應用 我們這個是在PowerPoint Smart做的 它是一張圖 我們希望各個區塊給連結不同地方 所以需要什麼來幫忙呢 熱區 熱區是一種看不見 但是有功能的地方 它可以設定超連結 連起來 好 連起來的時候呢 這個 熱區它沒有辦法命名 那其實我自己會自己找規律 要嘛就是這顏色跟它一樣 可是這顏色一樣 這看起來都有點接近 那我也說為什麼 熱區一 再來加一個 熱區我建議你一次把它加完 有時候我曾經看過 第一次加熱區一 熱區二的名字對不對 那你等一下 如果你一次不加完 等下再加收呢 會出現兩個熱區一 你就更難分辨誰是誰 這是我給你建議的 如果再加熱區的時候 我建議你 一口氣把它加完 第二個你可以用顏色來區隔 不然待會看起來是長的都一樣 這是在做熱區你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第五個 第六個 對不對 熱區可以比較大一點 老師沒有對型沒關係 反正手指都帶點的感覺 那感覺你大一點反而點起來比較舒服一點 比較快 那這跟各位提一下 有時候會有個習慣 我會這樣 第一個色紅色 第二個什麼 色橙色 紅橙 黃 我自己在找自己的規則 黃綠 藍 生藍好了 電子 紫 最後一個黑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知道這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這個 好 要設互動喔 當你點選這個要跳去雪莉對不對 所以這個區塊 所以呢 設定交互作用 當我觸摸到這個熱區的時候呢 對象都選自己 熱區一 那跳轉跟切換 一個有轉場也沒轉場 差別都一樣 跳到哪裡 我們講的是學歷 第一個 好 再做一次就好了 那經歷 經歷這邊呢 我們好像 學歷在這裡 經歷還沒做 那作品的地方 得獎 先做得獎好了 點這裡 得獎是在這裡 紅橙黃綠 綠 當觸摸到對象 綠色 由下面開始 紅橙黃綠 會自己找規則 萬一如果名字一樣 所以因為這個熱區不能改名字 有點討厭 那如果紅橙黃綠 第四個 你的規則性就會自己出來 完畢我們就要自己找規則性了 作品的地方 得獎 第一個 加 好來 那就簡單播一下下了 來 預規當前 對 學歷點就跳這裡 那點這一顆是可以回來 那點這個得獎的這個 下一頁可以切換的 那點這裡回來 那這回首頁我覺得也還OK 那上次有跟大家講 如果我說 你對這個按鈕不滿意 你可以從這裡把它換掉 那個叫做什麼 導航 那如果要自己換就從這裡做 但是不是很建議各位去換那個 隨便一下 請進個工作 打死 有沒有 全 降 ? ares 香 全部 到 很好 我